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剧个人风格的男演员 相较同期男星 张扬没有沉厚的活泼滑溜 亦不及雷震那般 忧郁 轻瘦 他就好像在好人家长大的乖巧男人 是最得人缘的偏偏青年 拥有北方大学生清朗气质的张扬 自从影以来就深受影迷喜爱 他多半饰演正直乖巧 却又有点小缺点的角色 为电影里的白马王子增添不少神味 张扬原名赵华昌 广东南海人 1930年在天津出生 后转赴北京求学 曾就读辅仁大学及中国大学经济系 1951年 由北京娶到香港 到台湾 在台北居住9个月 后因进入朋友开设的出口行单任会计 才再次回到香港 1953年 他以一名张扬 考书邵氏父子公司为基本演员 分别和尤敏 李丽华合演 黑手套及少奶奶的秘密 初书影坛就有独档一面集会 1956年转头电貌 首部作品适合李妹 合作春色恼人 1958年 与林戴和演的《红娃》受到好评 从此声势扶摇直上 成为最受欢迎的国语片男演员 张扬外貌俊朗 适合拍摄时装片 多部电貌出品的经典时装电影 如情场如战场 雨过天晴 同床一梦 铁玫瑰之恋 星星月亮太阳 均由她担任男主角 1961年 与女星叶峰闪电结婚 两人于四年后离异 1966年初与圈外人沈佩珍再婚 之后前往台湾拍片 并开始执导演统 她的作品包括与《罗维河岛》的《狐兔福星》《阿牛出玉记》等 相较于电貌电影里聪颖灵厉 果决明辨的女性角色 男性往往伴随一些性格缺失 特别是外表看起来无可挑剔的家居男人 更是电貌编剧们联手修理的目标 为此荧幕形象甚佳的张扬 便尝试演 善度多疑 优手寡断 但内心良善的缺陷好男人 关于此点 于她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她在《星星月亮太阳》里表现 片中由张扬饰演的徐坚白 是个饱受家族宠爱的长子 尽管父亲家教慎言 但当她受打责骂时 却有祖母以身保护 在爱情方面 她虽然对门户不当的青梅竹马阿兰难以割舍 却又接连恋上表妹邱明及同学亚男 每一段都是真情 但放不下的藕断丝连 反而造成更深的痛苦 剧末当她一一寻访三位女主角时 这个落空就找到了下一个作法 似乎又有没鱼虾也好的感觉 但相较于星星的执着 月亮的守护 与太阳的独立 徐坚白没有大坏大恶 却是个没长大且无决断力的男人 即便张扬饰演的男性角色并不完美 但多数时候 她仍是女主角所钟情的对象 不用磕头认错 只要翻人悔悟 同样能得放心 可是年不是天天都过 张扬在太太万岁里 就因小小的缺点 而被乐蒂饰演的太太瑞娟 整得七观八素 片中她不仅因工作能力 部署由瑞娟假扮的吴琳达 宫树让出主身一职 还因为向吴琳达告白 而被瑞娟诗迹丢在汪洋大海 最后她只好收起 不准妻子上班的大男子主义 乖乖奉行男女平等 如同八卦风气 星韵高照的张扬 感情生活同样难逃 被媒体窥探的命运 一篇名为张扬行动神秘 爱交圈外女神的报道 内容提到她认为 结交圈外女性既少破费 又少麻烦 并且因为事先有严密的防范 行动神秘 所以她与女人出现的镜头 不为人所见 此外该篇文章更是爆料 张扬拥有的高大个子 外貌相反的鸡扎性格 据片场人说张扬在拍片的时候 不但喜欢啰嗦的管闲事 并且碍于女明星们斗嘴 由于症状严重 更被女明星们笑骂 负有很多的女性荷尔蒙 时日长了会变成女神呢 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 纵然不能以偏概全 至少可以说张扬是有行动神秘 且好斗嘴的倾向 但有趣的是 香港这名电影研究者于沐云 在她所编撰的《昨夜星光》中却写道 她为人内向不善交际 被称为标准的住家男人 显然于60年代的报道有所出入 看来彼是长在人手上 真实的张扬肯定比电影里的张扬复杂许多 大家觉得张扬是什么样的人呢 1960年12月初 港台影视圈被张扬叶峰结婚的新闻震撼 连续数日 报张杂志大篇幅刊载 两人共结连理的消息 由于事前一点迹象没有 因此所有人都十分好奇其中内幕 闪电结婚前 叶峰的名字 常和台湾蓝盘选手李南辉联在一起 他们曾亲口说出即将订婚的家训 已是大明星的叶峰 更是数次来台与李南辉相见 两人互动亲密热络 俨然即将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未料叶峰回到香港不久 就和宣称爱交圈外女人的张扬宣布结婚 不仅影迷作恶 面临新郎不是我窘境的李南辉 更是受到沉重打击 叶峰二姐揭开了内幕 她拿出一封妹妹叶峰寄给她的信 里面只有简单几个字 你一定很知经 10月19日 我的生日那天 我与张扬订婚 实际上叶峰不止一次 想抱怨孤身在外 寂寞冷清 想尽早成立属于自己的家 只是青梅竹马李南辉 却因为尚无事业基础 家里不同意她早结婚 而无法在短期内迎娶叶峰 此时担任星星月亮太阳男主角的张扬 更向叶峰告白 故事至此 暂时走向完美结局 过真价实的郎才女貌 历经周折 终于走进婚姻 张扬与叶峰的婚姻 不仅结合时震惊影谈 离异时 更登上1965年 香港十大银色新闻榜首 从开始到结束 这对银色夫妻始终备受关注 关于两人的分手 妙碧生花的影剧记者 自然有许多发挥与想象空间 多数报道将问题指向善于放电的叶峰 特别是她与少氏新近小生 凌云的绯闻 两人离婚后 圈内圈外大多同情张扬 对此张扬在接受记者访问时 估据身世风度地说 希望台湾的影迷不要多责备叶峰 因为离婚是双方面同意的 张扬叶峰没有口出恶言 而是将离婚归咎于意见不合 合不来 共同生活就没有意义 张扬保持一贯态度 不愿对第三者嫌疑人凌云发表任何意见 结束对过去的追问 大家又开始关心张扬何时再婚 1965年10月 刚离婚两个月的张扬曾回答 我不准备在短时间内再结婚 然而事事难料 不到一年 1966年2月却传出她复事度旅行结婚的消息 她的新婚妻子是圈外人 符合先前爱交圈外女人的条件 来年6月 张扬与太太沈佩珍到台湾补都蜜月 在机场接受台市记者圣竹鼠的访问 为了满足观众的好奇 圣记者非常带肿地问 我有一个比较冒昧点的问题 您以前跟叶峰是银色夫妇 您的妻子是圈外人 您觉得跟圈内人结婚 跟圈外人结婚有什么不一样 张扬无奈地笑答 只要是美满 正常的婚姻生活都是一样的 她的新婚妻子文静乖巧 在荧幕前显得局促不安 与前任太太截然不同 张扬的外形斯文有理 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北方大学生的气质 相较于统期入行的赵磊 陈厚毫不逊色 1975年张扬就吸引了 随后移民美国经商 鲜少再有消息传出 张扬22年的演艺生涯 共参与了70多部电影演出 资料显示张扬还健在 算起来已经也90岁高龄了 在最后于太也祝愿张扬先生 晚年生活愉快 诸事平安顺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于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